黑色大漆斗车冲撞Artis 来来回回撞了好几次 Artis车上的年轻人 气不过拿着球棍下车回起 这起大漆对决Artis的纠纷 发生在2016年10月东海商圈内 起因是因为大漆的国性驾驶 不满Artis违规并排 按了两声喇叭引来对方追车 大漆驾驶为了保护车上的妻儿 来回冲撞Artis十次之多 彭新男子和朋友则是拿棍棒回起砸车 最后双方互告 台中地检署认为双方都有错一并起诉 最后法官判大漆驾驶 设犯毁损恐吓以及公共危险罪 判五个月得一颗罚金十五万元 Artis彭新驾驶和朋友则判六个月 得一颗罚金十八万 只比大漆驾驶多判一个月 为了保护妻儿冲撞Artis依然被判有罪 因为法官认为当时对方已经没有攻击行为 但是郭新男子人倒车冲撞 之后又持棍棒回杂 已经不是正当防卫 也不是紧急避难 被告虽然是受到挑衅 可是他先发动不法的侵害攻击 因此没有正当防卫 国新男子的大漆 目前已经报废以小货车逮捕 但是对于判决相当失望 强调当时对方除了追车还有冲撞 他是为了保护家人才会回击 不排除药继续上诉 记者林丁闻 陈思源台中 采访不到